1月18号是马华党选,也是马华改朝换代的时刻 在先任马华总会长到了许黄家定,宣布隐退之后 马华在本届党选将步入后黄家定时代 自308大选之后,马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大家都在关注到底谁是黄家定的接班人 谁又有能耐可以领导马华走出困境 是当选派的温施杰,还是拥有40年从政经验的蔡瑞明 这次马华党选,总会长的龙头宝座出现了耻目英雄 蔡瑞明硬碰当选派的温施杰 到底这两位马华总会长候选人在政见上有何不同 两人所发表的竞选宣言到底哪一个比较贴近党和华社的需求呢 马华自308大选之后,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渐下滑 马华需要转型和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不管谁当选马华总会长一职 恐怕都必须面对艰巨的挑战 马华未来的改革和施政将由新领导层执行与决定 告别黄家定时代,马华前路在何方 下个星期就是马华在308大选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党选 有人认为啊,马华党选呢 向来只是利益之争,而非意识形态之争 那不管你认不认同这种说法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尽管马华在大选中已经惨败了 被插在国家的政治角色上呢,还是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至于这个角色,是重是轻呢,还得看他的造化 特别是下一任总会长的政见,更将决定马华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那很多关心马华的朋友都觉得很失望 因为这一次呢,没有机会观赏两位总会长直接的辩论会 特别是友台办的辩论会呢 也因为其中一方的候选人未克出席 最后呢,这个总会长候选人的辩论会呢 也剩下了独角戏 不过没关系,制作组呢 特别在事先呢 分别访问了两方的候选人 让这两位总会长候选人呢 针对同一个问题呢 发表他们的政见 而在节目中,我们也将分三个部分呢 播出他们两个人 针对同一个问题所发表的政见 让观众们呢 可以直接比较两位总会长候选人的政见 那同时我们也会欢迎呢 现场的嘉宾呢 发表他们的这个精辟的见解 同时观众朋友在观赏了 这两位总会长候选人的这个访问片段之后呢 欢迎你拨通我们的热线呢 发表意见 032828578 032828579 不过因为今天的这个特别环节特别多 所以我们能够接通了 接听的电话呢 有限 希望你可以善用的这个简讯发表意见 请输入WSY空格 你的名字地点还有意见 然后发送到32776 那今天在欣赏过三个总会长 两个总会长候选的三个访问片段之后呢 我们也欢迎你呢 针对他们发表的政见来 发表一下 到底你比较认同呢 哪一位总会长候选的政见 A到底是代作蔡卫明呢 还是代作翁诗杰 那么你的意见呢 请输入WSYP空一格 然后你的答案 然后发送到32776 再重复一次 A是翁诗杰 B是蔡卫明 下来给你介绍今天现场呢 三位为马华的前路把脉的三位嘉宾 首先我们有马来西亚卢学研究会执行顾问赖官福先生 接着我们有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也是我们熟悉的嘉宾 唐南发 接下来的第三位嘉宾呢 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 东方日报副总编辑陈立良 那在请三位嘉宾发表他们的意见之前呢 我刚才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这一次特别呢 访问了两位候选人 让他们针对同样的问题发表意见 那总共分了三个回合 那第一个回合呢 就是针对马华当成的课题 看看两位总会长要如何扭转马华的劣势 那第二个回合呢 就是针对华社所关心的课题 究竟要如何担华社的重担呢 而第三个环节 针对国家的各种议题呢 到底两位总会长候选人又有什么证件呢 马上呢 我们来看第一回合 两位总会长候选人呢 针对马华当前面对的问题 究竟要如何突破 究竟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 有人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个结商而不是施压 但是呢 我必须要说的就是 施压和这个弹商 我比较喜欢用弹商 这个不是文字游戏 你弹商最主要的是 你本身 你这个弹商 刚才我说过 你的格局在哪里 你的格局是什么 你的 你所要达到的目标 你所要达到的目标 是否是结合 整个社群所期待的 是否是合乎情 礼法 那是三大考量 我们必须要改造我们的思维 从一个惊怕的思维 就是从五一三开始的 这个惊怕武统 武统太强 可能会动摇到我们的这个部长的思维 我们要改造这个惊怕的精神 第二呢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个 仆人的思维 第三 我们要改变我们党的这个焦点 我们的焦点应该focus在哪里 我们的焦点应该呢 是在政治领域 我们不是华团 我们是一个政党 所以政党要对付政治的问题 课题 尤其是国家的大政策 心情政策 国家的教育政策 宗教的自由 这个是华士要我们做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 已经在 已经是在实践中 每天都在实践中 比方说 马华全国各地的这个服务网络 不是开始于今天 这些年来我们合成 不是呢 开放的革命中 华社议题应该提 这个是你不能够回避 你必须的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体现马来西亚人的精神 马来西亚人所共同关切的议题 同样应该提到了我们的议事 日程上 不能够光只是说 仅只是像这个一些在野党 光只是说我们对某一个议题 表述自己的立场而已 我的目标我要加强印刷 好像80年代的印刷 我是要迷出一个大方向 不只是给我党 但是给华社跟国家帮忙 互相帮忙 这个大方向呢 经济的大方向 教育的大方向 要靠我们的 这个精英的 这个 这样斯文界的朋友们 来帮忙 印刷 刚看过的就是 两名总会长候选人 就是针对马华当前面对的一些 困境所发表的证件 那马上回到现场的嘉宾 刚才有两个主要议题 第一个就是 怎么去改变大家过去觉得说 马华对武统俯首称臣的这个印象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怎么样做出以立足华 这一跨越种子的关怀 那我们先从第一部分开始 难道你觉得说 他们的这个说法 这个做法 是不是能够改变 这个所谓的 俯首称臣的印象呢 我觉得蔡瑞明提出 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解 我不知道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会不会真的去落实 但是至少他点出了马华 今天面对的两个问题 就是他说这个惧怕的心理 还有这个仆人的这个心态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就是我们知道 从武艺上以后 马华的这个形象 江和日相 到后来根本就是几乎 我们都觉得他们根本 就是像最近冯九龄 你是写了一篇文章非常好 他就说马华其实是国阵里面的 寄居者 就你寄人底下 所以你要这样改变 这样整个形象 我觉得如果说蔡瑞明 能够更进一步的发挥的话 我可以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说 譬如说你提出 就是下届大选的时候 我不要再跟你国阵商谈 什么议席分配 我自己就跟你全面开打 最后我拿到多少个席位 我来跟你巫统谈判 我们一起来组织联合政府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会得到 至少别人不会给你感 不会给人一种感觉说 就是你是靠巫统的这个议席分配 才赢得这个名票 那如果我们在探讨说 如何改变这个印象的时候 我们现在回到根本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马华让人觉得说 他是对巫统俯首称臣的呢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从五一三过后 因为五一三以前 我们当年的联盟与师会 是五统十六 马华十六 而且这个主席 是由东姑跟陈真璐 来轮流主持会议的 换句话讲是伙伴的关系 到了五一三过后 东拉萨一来 他就建立五统 就是五统高高在上 马华已经不是一个 凭起陪做的伙伴 是跟其他政党一样 我一个盟主在中间 你们都是小小的 在我的下面 我就支配你 那么马华在当时的困境中 也不得不接受了这种支配 在这种支配呢 在华人事务中认为是 俯首称臣的一个现象了 所以今天呢 最主要的